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婚礼进行时 四姨刚面带微笑地问周朵 周先生 您愿意娶您身边的顾雅小姐为妻 不论是贫贱还是富贵吗 她张开嘴刚要回答 揣兜里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她的手机铃声 我和她在一起五年间从未变过 一直都是一首中文歌 可是这次 响起的却是 When you love someone 不知为何 当歌手浑厚又充满故事的声音响起时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看向周朵 他却没有看我 毛子微垂 薄唇紧敏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秒 两秒 三秒 十秒 他把手放进口袋 要去拿手机 几乎同时 我的手摁在了他的手腕上 周朵 这个名字 我已换过不知多少次 唯独这一次 带着颤抖 以及几分我自己都未察觉的乞求意味 直觉告诉我 一定不能让她接这个电话 她却用最温柔的语气拨开了我的手 小雅 别闹 然后拿出手机 脸色淡淡地摁下了接听键 喂 不知道电话另一头说了什么 她突然脸色大便挂掉电话 小雅 抱歉 我有急事 必须出去一趟 就十分钟 十分钟后 我就回来 话落 他扭头狂奔 竟然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 丢掉我走了 可笑 婚礼仪式还没走完 新郎却跑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的方向 待正了好片刻 这才清醒过来 我选择了相信周朵 我和周朵在一起 不是五天 也不是五个月 而是整整五年 她是个很沉稳的人 对我也很宠 连我自己都不怎么注意的姨妈妻 她都会在台历上做标记 一到时间 她就会给我准备红糖 提醒我清淡饮食 就算是洗个茶杯 她也不会让我去做 她能在这种场合抛下我 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大事 这样一想 我突然有点心慌 我从四姨手里拿过话筒安抚宾客 诸位 周朵出了点急事 很快就回来 还请大家稍等片刻 十分钟而已 不久 大不了等周朵回来 我让四姨加快进度 这样也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 回到酒店房间 一关门 我就从包里拿出手机 给周朵打电话 连续打了三个 她都没接 打第四个时 她挂断了我的电话 闺蜜和我四目相对 这 周朵什么情况 该不是真的遇上什么麻烦事了吧 倒是周母 儿子丢下儿媳在婚礼上跑路 她看上去 还没我闺蜜着急 她的表情有点耐人寻味 眉头皱着 连夜绷着 似乎知道她干嘛去了 我问她 她则笑着说 是公司的事 今天早上 周朵和我说过 说公司那边今天有个项目跟进很重要 她现在火急火燎地跑出去 肯定是项目出什么问题了 她安慰我 你放心 周朵说了会回来 那就肯定会回来 就算她今天不回来 你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周夫人 谁都抢不走了 我没注意到周母话里的话外音 坐在床边 耐心等周朵回来 十分钟很快到了 她没有回来 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回我 我给她打电话 更是提示电话关机 我心如雷鼓 提议 要不我们报警吧 周母立刻开口 一脸笃定 不用 这点小事还不至于报警 我看着她 表情威正 她又放缓了语气 这样吧 雅雅 宾客那边 我先去通知他们 让他们先吃 婚礼仪式的事 是周朵欠你 等她回来 我让她不及你 我不死心 再等十分钟吧 这场婚礼 我期待了好久 就这么半路终止 哪怕她事后再补回来 我也觉得 就像是一个花瓶 被碰了个缺口 不完美了 十分钟后 我还是没等到周朵回来 却等到一个名为师的微信好友 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周朵还穿着和我结婚的那套黑色西服 她垂着眼半蹲在地上 正耐心地给一个女子穿鞋 是说 这么多年过去 我仍旧是周朵最爱的人 When you love someone可以证明 我想到这首歌的中意歌词 只觉得浑身血液 瞬间逆流 当你爱上某人 你会变得不像自己 做完所有疯狂的事 只为博她一笑 诗还说 要是不信 你可以问周妈妈 她知道我 对于诗这个微信好友 我有印象 但且不熟 之所以有印象 是因为她是在五年前 我和周朵在一起的那晚家的我 当时她发送朋友申请时 写的是 顾雅姐姐 我是你学妹 我很喜欢你哦 平时我很少添加陌生人的 可那晚我心情好 加上她说话可爱 就直接通过了 通过后 五年时间里 几乎我的每条朋友圈 她都会给我点赞 但却从不和我说过一句话 我也从未见到她更新朋友圈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 那么她这些年 几乎可以说 是在以一个偷窥者的身份 偷窥我的生活 我莫名觉得有点背脊发凉 我把她发给我的消息 给周母看 因为我和周朵的婚礼仪式中断 还没进行到改口的步骤 所以我仍旧叫她周阿姨 周阿姨 她说的是真的吗 周母脸色微变 低骂了一声 不要脸 接着安慰我 雅雅 你别信这个狐媚子的 为了勾引周朵 她什么事干不出来 你放心 周朵也只会是你的老公 别人再怎么费尽心机 也抢不走的 我脸色一白 是说的 竟然是真的 她叫什么名字 周母看着我 吞吞吐吐 似乎那个名字是烫嘴山芋 我这才注意到伴郎的不对劲 婚礼伴娘是我闺蜜之之 伴郎是周朵发小李轩 李轩是个画牢 平时有她的地方一定是唧唧喳喳的 可她跟着我进酒店到现在 一个字都没说 我突然想到我和周朵在一起后 她把我介绍给李轩时 李轩那有些微妙的眼神 我走到李轩跟前 抬头直视她的双眼 用略带逼迫的语气问她 李轩 你告诉我 她下意识看了一眼周母 吱吱直接过去给了她一个棒锤 你赶紧的 别磨叽 李轩追了吱吱一年 好不容易才追到手 对她向来唯命是从 不过这次 她还是犹豫了好几秒 才说出那个名字 古亚 古亚 故亚 怪不得我和周朵认识时 她问了两遍我的名字 怪不得她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时 他们的眼神 都和李轩一样微妙 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一个替代品 却唯独我被蒙在鼓里 恰好就在这时 古亚又来消息了 古亚 要不是你运气好 你爸妈给你取了个好名字 你以为 周朵会选择和你在一起 我气得浑身发抖 这种好运 我送她一打 她要不要 这婚 我不结了 周母坚决反对 不结 这怎么行 她刚开始时 还轻言细语地劝我 雅雅 那个古亚 就是个上部的台面的 你别把她放在眼里 你和周朵正都领了 你才是周夫人 她就算用不入流的法子 把周朵骗走了 那她也是个三 你和周朵 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知道的 她能提出来娶你 不会对你没感情 今天的事是周朵做得不对 等她回来 我让她跪键盘 向你赔礼道歉 我再次强调 我说 我不结婚了 周母的态度立刻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连带我一起冷嘲热讽了起来 顾雅 你怎么这么不识趣 你个没爹没妈的孤儿 我儿子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不就是婚礼跑路吗 她又不是不回来 你为什么非要钻牛脚尖 你把事情闹僵 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没脸面 对你有什么好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好吗 周母 在我心里 是个通情达理的知识人 我真没想过 有朝一日竟然会从她嘴里听到这些话 我是孤儿 我就活该被周夺骗 我是孤儿 周夺骗我 我就应该受着 把所有的苦都往自己的肚子里吞 可她有没有想过 正因为我是孤儿 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爱 所以 我一直很努力地爱自己 我这么努力地活着 凭什么要被周夺拿来当替代品 要是没有她 我仍旧会遇到一段真挚的感情 说不定现在我披着婚纱 正和另一个人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周阿姨 要不是我今天知道了古亚的存在 你和周夺还打算继续把我当傻子 让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然后给她生儿育女 是吗 周母 没有反驳 只说 顾雅 不懂装傻的女人 注定不幸 哈 我去你的 我仰头 像个疯子一样大笑 笑着笑着 不由得泪流满面 我想我现在的表情一定很猙獰 因为闺蜜看着我的表情格外担忧 还走过来像搀扶老人那样扶着我 我摇头 示意她我很好 然后擦干眼泪 狠狠地看着周母 我倒是要看看 不幸的那个 到底是我 还是周朵 我当着周母的面 拨通了婚庆公司的电话 一个小时内 我要重新布置婚礼现场 所有喜庆的东西全部撤掉 所有的白玫瑰都换成白菊花 还有照片 说到这里 我露出一个诡异的笑 底片我发给你 要快 价钱 不是问题 挂掉电话 周母气得脸红脖子粗 喊出口的声音 莫名带了点公鸭嗓的味道 顾雅 你疯了 我冷笑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周阿姨 你儿子不要脸来招惹我欺骗我的时候 就应该做好被我反扑的打算 我又看向闺蜜 芝芝 你帮我看着这个老太婆 别让她来破坏周朵的丧事 我下楼去买件新衣服 既然是披麻带笑送老公 我怎么能穿婚纱呢 钱的确是个好东西 不到二十分钟 婚庆公司就按照我的要求 换掉了婚礼现场所有的白玫瑰 我和周朵的婚纱照也全部换成了周朵的黑白照 看着喜事变成白事的现场 我相当满意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里 身着素裙 从司仪手里接过话筒 当场宣布 我顾雅今日丧夫 成为寡妇 喜事变白事 大家请吃好喝好 周朵的丧事结束后 我就打车回了我们的婚房 房间是她当初找人装修的 乃有法师封 我一边收拾东西 古亚的消息一边源源不断地轰炸 看你的朋友圈 我知道她是一个好男友 她记得你的姨妈妻 记得给你喝红糖水 还会给你做饭 洗衣服 不会让你碰冷水 可是你知道 这些都是谁调教的吗 她以前可闷了 总是打直球 你也算是想了我给你的福利 你都不知道她有多爱我 当初我被她妈逼迫离开她那一阵 她出了车祸 头上现在都还有一道口子 呵呵 原来她当初车祸是因为她呀 为什么这道口子不深一点 直接把她带走呢 古亚还发了很多她和周朵的合照给我看 古亚长得也算是个小美人吧 是很没有攻击性的那种 笑起来柔柔弱弱的 合照里面的周朵 则和现在的成熟稳重判若两人 笑得眉心眉肺 阳光灿烂 可是 这又如何呢 乙丧夫 你说的这个人 和我无关 古亚好一阵没回我 等我行李打包结束 搬到了自己婚前买的公寓时 她又来了消息 此时已是下午六点多 漂亮的黄昏礼 周朵正拉着她的手 走在满地枫叶里 看上去浪漫极了 她这么积极秀恩爱 我当然要给她一份回礼 今天喜事变白是我的发言现场 我有让婚庆公司帮我录视频 我把视频发给了古亚 顺带还发了两张周朵的黑白照 古亚这次没回我了 只是不到十分钟 我就接到了周朵的电话 第一句话 就是质问的语气 小雅 你发给亚雅的视频是什么意思 哦 原来她叫她亚亚亚 亚亚 亚亚 怪不得我所有的朋友都叫我亚亚 唯独她死活不肯 总是叫我小雅 还美名其约小雅 更好听 周朵 你可真牛啊 我反过来问她 周朵 怎么我之前打电话给你你不接甚至还关机 现在倒想起来主动联系我了 周朵沉默了一下 小雅 这件事我回来之后会和你解释 但是亚亚精神状态不好 你不要发这种视频刺激她 你不知道 她看到视频哭得可伤心了 一直责怪是她破坏了我们的婚礼 所以 难道不是吗 周朵语气冷了三分 你别胡说 亚亚是个善良的女孩子 她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 嗯 善良 这么善良的女孩子 你可一定要好好把握 别再弄丢了哦 我挂掉电话 找到通讯录里一名当律师的朋友 花钱请她帮我写了份离婚协议 周家家境不错 当然 距离豪门还有很大距离 她现在的公司 是当初我陪着她一起白手起家经营起来的 我的离婚诉求很简单 周家原本的财产 我一分都不会碰 可是由她出资购买的婚房 以及公司这些年的盈利和股份 我要各占一半 离婚协议书你定好 我看了一遍后 就给周朵发了过去 一个小时后 她打电话问我 小雅 你人呢 为什么不在新房 我扑齿笑出声 周先生 你都明目张胆 撬了婚礼去找你的白月光了 你为什么觉得 我应该独守空房 等你回来 她挂掉了电话 半个小时后 敲响了我公寓的门 周朵还穿着今天的西服 脸仍旧是帅的 只是看起来比平时憔悴了不少 门一打开 她就皱眉看着我 小雅 你别闹了行吗 妈都差点被你气到进医院了 差点 意思就是没有被 更何况 抱歉 仪式没完成 我还没改口叫妈 我是孤儿 周朵眼里划过一抹歉意 对不起 今天的事是我不对 她试图走进房间 却被我抬手挡了 她只能站在门口向我解释 亚亚今天给我打电话 说住我幸福 她说她不想活了 所以我才会那么着急地跑去找她 你不知道 亚亚这些年不容易 当初我妈嫌她家境不好 说她父亲是个杀人犯 强拆了我们 她这些年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她只是想在生命的最后见我一面 我问她 所以呢 古亚为什么还活着 周朵顿时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目光看着我 仿佛我说了什么十恶不赦的话 顾亚 你怎么这么歹毒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我就呵呵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她说的那些去找古亚的理由 也就能骗骗她自己了 想死 他们分开了整整五年 早不死晚不死 天天她一结婚 她就想死了 我为什么这么歹毒 我笑 周朵 这都是拜你所赐啊 我说 你让我第一次爱上一个人 满怀期待和你走进婚姻的殿堂 却在最后关头被打得支灵破碎 连带着以前的美好都染上了一层恶心 周朵 你破坏了我的初恋 以及对婚姻所有的向往 你凭什么觉得 我应该对你保留善意 你敢说 你当初之所以会注意到我 不是因为我叫顾雅 她张了张嘴 一脸心虚 我承认 这件事 是我对不起你 可是 别可是了 我看着周朵的脸 恨不得拿刀子在上面划上几刀 她拿我的感情当消遣 她罪不可赦 不得好死 然而 她浪费了我整整五年时间 最后却只换来一句这件事 是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这三个字可真好用 但我不接受 周朵 给你办丧事的视频 你既然已经看了 离婚协议书也收到了 同意的话 你就签字 我们从此一别两宽 再别叨扰 一别两宽 周朵重复了一遍 竟然是一脸的拒绝 顾雅 我不同意 我绝不离婚 可笑 婚礼上 毫不犹豫把我丢下去找古亚的人是她 现在我要放她离开 给她机会让她好好去找古亚 两人正大光明 相亲相爱 不愿意不愿意的也是她 周朵 你心还真大呀 你是都想要 周朵愣了一下 这才反映过来我话里的意思 她看着我咬牙切齿 什么都想要 顾雅 我和亚亚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出于旧情分 不想她出事而已 在我心里 我的妻子只有你一个 这决心 要是她在婚礼上也这么对我 哪里还有我现在的决绝 我冷着一张脸 你不签字也可以 那我们就法庭见 我狠狠关上了房门 不到一分钟 我就收到了周朵的短信 小雅 我会证明给你看 在我心里 只有你一个周夫人 周朵说到做到 当天晚上 她就向我证明了 我在她心里的地位 古亚成为我的微信好友五年 第一次发朋友圈 周朵穿着围裙 正在厨房里做饭 她身上的条纹衬衣 还是我给她买的 乃有法式风的厨房 正是我和她的婚房 最恶心的是 古亚的配图文字 你还记得我最喜欢做的菜 你还记得我最喜欢的装修风格 因为你从未忘记 所以我们能再次重逢 我差点没吐出来 我就是说 我很了解周朵 她喜欢的装修风格 绝对和乃有法式风 沾不了半毛钱关系 原来 她不仅是照着古亚的名字 在找女朋友 就连婚房 都按照古亚的喜好在装修 既然他们这么相爱 那就早点成全 我分家产走人吧 我礼貌地给古亚的朋友圈点了个赞 接着回了个笑脸 住所死 另外请你帮我催一催我的王夫 离婚协议 什么时候签 古亚没回我 只是周朵又气势汹汹给我回电话 古亚 为了和我离婚 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 不刺激亚呀 你会死吗 真好笑啊 明明我才是那个受害者 可是在她的嘴里 我却成了世报的一方 我突然有点敬佩自己喜事办丧事这个决定了 像周朵这种渣男 就应该早早下地狱 守寡也比守着他强 我也不想反驳 像他这种为了古亚连智商都丢掉的渣男 反驳没有任何作用 我只想达到我离婚的目的 周朵 离婚协议书 早签早好 否则 你会体会到更刺激的 我本以为 这样一击她 她就会直接把离婚协议书签了 谁知道 她竟然咬牙切齿 坚决不肯 想和我离婚 顾雅 你做梦 就周朵这种 吃着碗里想着锅里的态度 看来 我只能走法律途径了 我把古亚发给我的消息作为证据 打算用这个起诉周朵离婚 哪知道 我离婚诉讼书还没递上去 周朵先炸了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 我还蜷缩在床上睡回龙觉 吱吱来电了 我刚接通 她就对我一通猛夸 哑哑 干得漂亮啊 像周朵和古亚这样的渣男贱女 就应该被曝光发布到网上 接受网民制裁 我瞌睡瞬间醒了 萌萌问她什么情况 直知立刻丢了个链接给我 我挂掉电话去看 那是一篇名为结婚当天 老公丢下我和初恋跑了的文章 完全是以我的角度在进行叙述 文章里面 有两张照片 一张是我和周朵的婚纱照 还有一张是古亚的照片 更绝的是 在文章的置顶评论里 那个名为鱼鱼雅雅的网友 直接曝光了这个故事里 男女主人公 也就是周朵和古亚的身份 一时之间 两人成了众矢之地 我问芝芝 要是我说 这文章不是我写的 你信吗 芝芝下意识道 鬼才信 然后才后知后觉问我 这 该不会真的不是你写的吧 我可不喜欢立悲情人设 我笑道 不过 我应该知道 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谁 古亚 我都想给他点赞了 这个周朵 心里的白月光 柔弱初恋 可是一个厉害的主 昨天周朵 才坚决说 不会和我离婚 今天他们就被爆出来这一出 让我猜猜 他现在在做什么 指不定 又在一哭二闹三上吊呢 到时候周朵一心疼 指不定就答应和我离婚了 靠 吱吱怒了 这么绿茶表 不行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我点头 对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我们必须推波助澜一把 反正骂名是他们的 好处是我的 推波助澜 我何乐而不为 趁着热度飙升 我果断实名注册了一个名为 雅雅的视频账号 然后把我宣布丧夫的现场视频丢了上去 视频爸爸是看热度给流量的 不到一个小时 我的视频浏览人数就破了一万 还有疯狂上涨的势头 网民们纷纷给我点赞 干得漂亮 丧夫 姐姐我可以 这个姐姐也太洒了吧 我支持 这个视频 我昨天在朋友圈看到过 原来主人公就是姐姐你呀 太棒了 我这个被老公婚礼现场丢掉的气负 立刻成了正能量的代名词 粉丝数量 更是夸张地往上涨 我在家里直接笑出了声 塞翁是马 烟之非福 我失去了一个渣男 但是我得到了一个赚大钱的好机会呀 我决定好好榨干周朵这个渣男的价值 眼瞅着他还不给我打电话 我发了个笑脸给古亚 顺带把我的视频账号截图发了过去 截止到现在为止 我的粉丝数量已经突破十万 谢谢亲的成全 对话框左上角 对方正在输入几个字很快出现 可是持续了老半上 也没有一个字发送过来 差不多等了五分钟吧 我终于看到了古亚的回话 为了流量 你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吗 我就算了 可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对周朵带来的伤害有多大 笑死 发送半天就发送这么一句过来 我赌一根辣条 他刚刚绝对输入了八百个字来嘲讽我 我也不想多说 就三个字 他活该 不出意外 周朵的电话如期而至 电话里 他的声音充满着对我的失望 故亚 我们在一起也有整整五年的时间了吧 可我没想到 我还是不了解你 我以为你聪明 善良 大度 没想到你这么小度饥肠且自私 为了火 你不惜伤害我和亚呀 你什么时候把金钱看得这么重了 如今面对周朵 我不仅没有一丁点伤心 甚至还化身成了一只熊啾啾气昂昂的战斗机 他越是恶心我 我越是有斗志 打败渣男 老娘有责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周朵 五年时间 你不了解我有什么稀奇 我不也没了解你吗 你夸我的名字特别 原来不是因为我名字好听 而是因为 我名字和他的名字因益相似 你选择奶油风的装修 不是因为你喜欢 而是因为他喜欢 就连婚礼 你都可以为了他抛下我 周朵 我选择嫁给你的时候 以为我嫁给了一生一世唯一的依靠 没想到这依靠是泡沫做的 一戳就破 我善良大度你就把我当猴耍 我再不小度鸡肠一点 我就要和别的女人共事一夫了 周朵沉默许久 终于说出了那几个字 既然这样 我同意离婚 你定个时间签订离婚协议书 战斗取得阶段性胜利 我差点高兴地叫出声来 不过我忍住了 就怕我得意忘形 让周朵反悔 就明天 你来我公寓签 周朵同意了 我当时提出的离婚协议 她也没有提出什么意义 我本以为 我们离婚这件事 应该会很顺利 可是没想到第二天 还是出了岔子 签订离婚协议当天 周朵不是一个人来的 在她身边 还跟着谷亚和周母 说实话 谷亚没有照片上好看 本人皮肤显得蜡黄了不少 就跟营养不良似的 那双眼睛倒挺大 天生带着点水气 湿漉漉的 她和周母之间的气氛很微妙 中间一直隔着周朵 两人谁也不搭理谁 原本周朵是要立刻签离婚协议的 周母瞧见她拿笔 立刻阻止了她 我看看离婚协议 她这一看果断拒绝 不行 儿子 你是不是傻呀 公司是你一个人的 你凭什么给谷亚 一直没说话的谷亚也开口了 一张嘴 就是浓浓的绿茶表气息 声音微颤 带着天生的委屈 周朵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她又看向我 谷亚 你别这么很好不好 周朵真的没有出轨 公司是周朵全部的心血 你要一半 这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 狮子大开口 我笑 周朵创业时 我是她的第一个伙伴 她酒精过敏 不能多喝酒 多少生意 是我喝到未出血 给她拿下来的 她要装高傲 受不得委屈 低声下气的也是我 没有我 你以为周朵能有今天 一半就狮子大开口了 谷亚 这个公司 你有付出半毛钱吗 没有的话 就闭嘴 谷亚毕竟要装绿茶表 被我对的一个字都不敢还嘴 只能默默流眼泪 周朵心痛了 周眉看着我 顾亚 你好好说话会死吗 亚亚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她 谷亚哭得更厉害了 她抬起左手 刚刚进门时 我就注意到了 明明是夏季 她却穿着长袖 这一抬手 袖子往下垂落 露出了她左手腕包扎的伤口 周朵 我要是害得你没了公司 那我还不如立刻去死 我扭头就去厨房拿了一把刀 来 现场表演一个我看看 周朵气急败坏地把刀丢在地上 顾亚 你实在是太恶毒了 本来我是准备给你一半公司的 可是现在 我想明白了 不配的是你 没有你 我周朵一样可以有今天 这协议我不签了 我们走法律程序 法律判你多少 那就多少 一旁 陪着我的吱吱瞪大眼睛 一副大开眼界的表情 周朵 你还要不要脸 比起吱吱的震惊 我就平静得多了 这个局面 我早有准备 可我也不是吃素的 我留了后手 起诉离婚就不必了 既然你不愿意给我一半的公司 那我就净身出户 我拿出了第二份离婚协议 周母立刻接过去 反复看了三遍 确定上面的确写明了我净身出户后 这才高兴地催促周朵 快签 的确是故雅净身出户 周朵反而没刚才那么果断了 他问我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我恶心呗 我呲牙咧嘴 就算是一分钱不要 我也要和你彻底断绝关系 周朵拿着笔 迟迟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 仿佛这笔有千金重 我吓了一跳 生怕这个渣男改变主意 浪费我大好青春 我果断递给了古亚一个挑衅的目光 果然 下一秒 古亚就哭着道 周朵 要不你还是别和顾雅离婚了 我知道你舍不得 都是我不好 我该死 周朵立刻刷刷刷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呀呀 你别误会 我没有舍不得 拿着周朵签订的离婚协议书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重获了新生 抱着他在房间里转了个圈圈 吱吱挺郁闷的 撇嘴吐槽 雅雅 也不知道你高兴个什么劲 没有你帮着周朵 能有他今天 他也太抠了 还真的让你净身出户 我递给他一个神秘的眼神 很快你就知道了 姐姐对渣男从来都不会留情 原本 周朵的公司也是我的心血 我拿走一半公司 也算是在公司这件事上 给他留了余地 至少 不管他未来人品在别人心里有多败坏 这家公司还是能让他衣食无忧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既然他不愿意给我 那就毁灭吧 连同公司一起 谁都别想得到 我选择低调了一段时间 直到我成功拿到了和周朵的离婚证 离婚证一到手 我就拉黑了周朵和周母所有的联系方式 唯独留下了古亚的微信账号 当晚我请芝芝吃了一顿海鲜大餐 然后在我的视频账号上 发布了第二个早就剪辑好的视频 视频内容 就是我发布第一个视频后 周朵打电话来质问我的那个对话 故亚 我们在一起也有整整五年的时间了吧 可我没想到 我还是不了解你 一直到最后 他妥协 你定个时间签订离婚协议书 视频的标题就叫 干掉渣男 渣男同意离婚了 这个视频的发布 我是早就想好了的 有了第一个视频打头阵 那么我干脆出一个干掉渣男合集 就跟讲故事一样 循序渐进 如此一来 有助于我的热度持续上涨的同时 还能为我顾粉 所谓渣男的最后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 如我所想 这个视频一发布 立刻上了热搜 第一个视频 本就给我带来了120万的关注 如今 不到一天 我的总关注数 直接突破了200万 粉丝们比我还激动 姐姐太洒了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啊 姐姐什么时候出后续 在线等姐姐独美 求更 芝芝看得瞠目结舌 狂给我束大拇指 我保持镇定 绝对不允许自己在成功之前得意忘形 晚点夸我 我还有干掉渣男之前离婚协议 以及干掉渣男之领离婚证这两集没出呢 等我出了全集 你再给我点赞 支支差点给我跪了 直呼我为偶像 不过 干掉渣男第二集短视频刚出不到两个小时 我就决定要在这个系列里多加一集 名字就叫 干掉渣男之他的小绿茶 无他 就是因为古亚跑来给我提供素材了 大概是网上不得意 太多网友骂他了吧 他跑来我这找存在感来了 不比最开始和我说话时的小心翼翼 现在我已经和周朵离婚成功 他说话便越发放肆起来 看 这是阿朵给我买的高跟鞋 我今天不舒服 阿朵陪了我一整夜 我姨妈来了 他还给我揉了肚子 阿朵真的好爱我呀 这些年真的辛苦你了 谢谢你把我的阿朵还给我 哟 就连称呼都改了 阿朵 可真是亲热呀 果然是亲老婆 我反手就是一个截图 在配乐剪辑了一个视频 准备出下集 当然了 我在网上混得风生水起 我在现实里也没闲着 周朵的公司 经营的是零件带加工的生意 我跟着他一起创业 他愿意做的事情 我跟着一起做 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亲力亲为 我对各个环节的了解 恐怕即便是周朵也不如我 拿着我在短视频平台赚的第一桶金 我直接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然后给周朵公司负责宣传的小李 抛出了橄榄枝 小李是我手把手交出来 周朵公司的广告宣传业务 全部是他负责 等我说明来意 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比我还激动 太好了顾姐 那渣男婚礼上丢下你跑了 当时我现场就气得 想去抽他大耳瓜子 这几天在公司遇到他 更是忍不住地翻白眼 我辞成刚递上去 您就来了 小李第二天就来我的工作室报到了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搞渣男 他一边问话一边搓手 颇有一种磨刀霍霍宰渣男的意思 我抬手拍他的背 示意他别激动 同时心里有一种很离谱的感觉 小李这态度 仿佛被渣的不是我而是他 我眨眨眼睛 很简单 干你的老本行 继续搞宣传 宣传吗 还是以我为主 当然了 这一次我要立的 可不是被抛弃 然后反击的大女主人设 我要小李宣传的 是我的经商实力 主要强调 我跟着周夺白手起家 周夺公司的很多业务 我都有参与 如今我和周夺离婚 净身出户 周夺的公司也一定会受到重击 古亚在这方面 绝对比不过我 小李不愧是我徒弟 在他的努力下 不到三天 我再一次上了热搜 不到二十分钟 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古亚的消息 我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你说我比不过你 呵呵 你等着看吧 阿朵有我 他的公司只会更上一层楼 有我是他的福气 我扑齿笑出了声 却是发消息道 更上一层楼 很难 因为成本是降不下来的 古亚回我 阿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但他却不知道 成本这两个字 是我故意说给他听的 通过这段时间和他的接触 我已经充分了解到了 他内心的敏感 且盲目自大 他对周夺患德患失 可他从没想过提升自己 反倒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留住他 每次稍易如意 便小人得志在我面前宣布主权 这种人 他进了周夺公司 不会去思考怎么提高他的营业额 而是会想着到底如何超过我 降低成本 会成为他的首要目标 第二天 小李就带给了我一个好消息 他搞宣传的 在周夺公司 每个部门都有他的好姐妹 俗称海女 我市场部的姐妹说 今天会议上 古亚提出 要降低成本 换几种原材料 这个提议一出口 就遭到了周夺的强烈反对 小李还给我看了他姐妹偷偷拍的照片 照片角度很刁钻 把古亚的脸都拍变形了 不过因为变形 那瞪眼气急败坏的表情 反倒更加栩栩如生 他快气死了 顾姐 我觉得这小杂表肯定要搞事情 我不置可否 古亚如果能这么容易被打败 那他还叫古亚吗 更何况 周夺的公司 本就不是什么铜墙铁壁 他公司成立时 不被所有人看好 就连一些亲戚都跟着泼冷水 可是开始盈利后 就有些亲戚想方设法地想进来 大部分亲戚他都阻止了 唯独有一个 他舅舅的儿子朱茂盛 他是怎么都拒绝不了 周夺还给他安了个生产主任的位置 主管材料生产和监督 当时我是坚决反对的 可周夺拗不过他妈 公司又是他的 我反对也没法 就只能把朱茂盛盯死 因为从我和他的接触来看 这个朱茂盛 绝对是个喜欢贪小便宜的小人 这些年 有我压着 他倒是没犯事 如今把我换成古亚 这颗定时炸弹 也该炸了 小李对结果期待极了 顾姐 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 继续宣传刺激那个小杂表 我摇头 不 我说 我们出去度假一周 然后回来发表下一个视频 接下来我们的重心 就是做视频账号了 至于其他的 坐等看戏就行 第二天 我就买了三张去三亚的机票 带着芝芝和小李出去浪了一周 回来后 我发表了新的视频干掉渣男之前离婚协议 这次 网友们的反向仍旧很热烈 但却有不少人骂我 说我太傻了 为我不值 怎么能答应净身出户 我怎么能让我的粉丝们失望呢 于是果断留言 放心 还有后续 姐姐出手 一个顶十个小杂表 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这个评论一天时间就点赞超过了十万 所有人都在静等后续 古亚也在偷偷关注我的小视频 因为她很快就回我了 呵呵 后续就是在我的帮助下 阿朵的生意越做越强 别的 你什么都别想 哦 听她的口气 偷偷换原材料这件事 看来是已经做成了 我为她鼓掌 做等你做大做强 按照周夺公司生产交货的周期来看 不到一个月 她就能如愿以偿 而这一个月时间 我也不会浪费 我继续在视频账号上发布干掉渣男 第三集干掉渣男之领离婚症 和第四集干掉渣男之他的小绿茶 这两集内容也并没有让网友们爽到 不过期待值却是拉满了 因为在第四集 我特意做了说明 干掉渣男之大结局 会在半个月之内进行现场直播 直播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小李向我汇报 周夺公司交货那天 出了大问题 古亚那个小杂表 他可真蠢 他以为他把原材料换了 周夺不知道 合作商也看不出来 他可以和朱茂盛合谋 改了我们这边的质检 可是合作商的质检呢 他们怎么瞒得过去 哈哈渣男完了 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 一旦出现质量严重不合格的问题 他们必须担负合作商损失的三倍赔偿 别看三倍赔偿 看起来不多 可是要知道 这三倍并不是周夺卖出价格的三倍赔偿 而是合作商损失价格的三倍赔偿 他只是一个搞零件加工的 可是和他合作的那些合作商 做的却是大单大生意 三倍赔偿 已经够他倾家荡产 一无所有了 周夺公司破产 被法院强制执行搬走那天 我拿着直播设备来到了现场 履行我对粉丝们的承诺 来了个现场直播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干掉渣男之大结局了 迎面走来的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渣男 在他身边哭唧唧的 就是他的白月光初恋 哦对了 这一次扎男公司之所以会破产 就是源自于他初恋的爱 我粉丝们都快笑疯了 直呼太爽 还有大佬粉丝连续给我送了十几架私人飞机 就在我笑嘻嘻感谢大佬时 周夺看到了我 他一脸复杂地朝我走了过来 小雅 我送他一个白眼 不要这么叫我 我恶心 他抿了抿唇 看上去还有点小委屈的样子 小雅 我和雅雅 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我们两个人清清白白 什么都没有 哦 我信你个鬼 我的粉丝们 也是满屏的信你个鬼 还有一个粉丝发言极其惊涕 是就跟面条下水一样 清清白白 一丝不挂事吧 还得是网友啊 就在这时 周母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 一段时间没见 他身上的书卷器退了个干净 只剩下了力气 他直奔古牙而去 一巴掌就甩在了他脸上 你这个小贱人 我就说你会坑我儿子吧 现在好了 你坑到我儿子都破产了 你满意了吗 古牙愣了一下 眼泪立刻流了下来 周夺无奈 只能回头相劝 妈 你别怪亚呀 他也是为了我好 一地鸡毛 而我 很愿意看到他们的一地鸡毛 粉丝们 现在戏份进入到高潮阶段了 大家一边嗑瓜子 一边好好看 嗯 干掉渣男 让他跟渣女一无所有 贫困潦倒 相亲相爱 而我 赚得盆满钵满 独自美好 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丁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我先去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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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我先去订阅 我先去订阅 你确定 我先去订阅 你还去订阅 我先去订阅 我们下个故事再来 我先去订阅 给你多次订阅